那么台湾市长张善政稍早来到现场了之后 也进行听取简报说明 大概20分钟之后 他也下来说明整个简报的内容 先来听听看张善政的说法 在当街行凶的确是非常骇人听闻 治安是一个长长久久的工作 所以我想最近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赶快把这个案子查到一定的进展 水落石出 之后我觉得我们要对台湾 对于这种治安有影响的一些行业 帮派所赖以为生的一些行业 开始做一些比较有系统的整理跟清查 枪手非常的凶残 而且在开了六枪之后 还特意制造断点 那么这起整起事件 除了台湾市的市长关心之外 其实警政署长在昨天晚上 黄明昭也特地来到现场 希望能够全力查气这个枪手 到目前为止都还在全力追凶当中 让开了